哇 这早上一起来 太美了这个地方 这洗手间完全是一个木屋 这是一个看日出的绝佳景点 我们今天是要爬到这个山顶吗 看得这么陡脚的 腿都软了 现在就是已经到了山顶了 这个观景台 我在想人家是怎么把这木头晕上来 这通往灯塔的路都比较平缓 佛黎安国家公园 是魁北克省第一个国家公园 观景台看到的风景 是这个公园最美丽的景色了 哇 这早上一起来 上个洗手间 那可以看日出啊 天呐 哇 这真好日出 太美了 这个地方 这洗手间完全是一个木屋 设计的非常的好 这一大早 还没有人 里面有四张木屋的餐台 可以在里面吃饭 一个铁炉 外面有一个不修缸的吸水槽 哦 可以打水的 唯一的是不能在这里用汽炉的那个烤炉 也是个全木屋 然后这可以使用汽水槽 提供吸水液 全木的就是像个木屋一样的 这边也有一个 这边也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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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还带 有两个可以洗澡的地方 你看看里面洗澡什么 非常的干净 现在的洗手液烘干净 这就是在国家公园露营 与省级公园的区别 省级公园不提供 专门洗碗的这个 洗水纸 也不提供这纸 你看在这都提供擦手纸 医院制作车 我记得去年在 我们去那个布鲁斯半岛 国家公园的时候 也是有专门洗碗的池子 而在安省露营的时候 安省的手机公园 都不提供这种 专门洗碗的池子 国家的公园 西宫的环境就不一样了 完全是个木屋 还可以点柴火取暖 这真是一个 把木材满来 到这来点火 可以烤炉 这上面可以做饭 烧热了以后 这上面可以煮 真的煮 柴火煮饭 但是这儿呢 唯一还有个要求 不许用那个 带气的炉子 在这里做饭 看看这个房冰 烟囱 古色古香的铁炉子 一看就是新的 这个可能建起来 也不 不久的时间 看着这些木材 都像是新的 里面的设施都特别新 包括洗手池 什么的 这个公园 里面只有三个水地屋 这是一个 六七个 哦 六七个 我们当时选择 这个呢 就是面对的那个景色 可能能看到 有个小孩的玩的地方 而我们选择这个呢 选择直对着 关锦点石头 大海 直对着大海 这里也有一个 这也是面对大海 但是它那个石头 就没有对的呢 提供四个 可以烧篝火的地方 这里还有一个 我看到有四个 五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我那边就是 马上就要日出了 马上就要日出了 我们面对的是大海 后面就是山 这就是我们的水滴屋 我们订了三天的水滴屋 我们订了三天的水滴屋 这是一个看日出的绝佳景点 今天是2023年的8月2号了 绝佳的经典 真的 看我们的床 可以放两个水滴 等我把那打开的风景最美 两个孩子睡在上面 我们打开窗 看到的美景是怎样的 这下我们把所有的窗帘都给卸下来了 好看 窗子也打开了 这看到的就是美丽的日出了 他就在几秒钟之内就升起来了 这么快 你看对面那个水滴房里 他在上面就可以看 上面就是玻璃 没有窗户的 你看那个女的 他们就坐在那 我们就躺在那看 我们被子都没叠 我们就躺在那看 不用坐在那看 我这海面特别的平衡 是一秒钟渗 就一下就升起来了 你在拍什么照 所以请起来 describes 不错 有这一小时 我们就在开骑 我们就在开这装 中文字接触 我们在开个视频 由于是 我们就跑在开心 我们马上 有机会 我们就可以 我们在开心 提供免費充電的地方 有一個燈 有一個氣入 兩個孩子就在這地上 隨便一個人 所以,讓我來一個房間 有一個房間 要在這地上 要在這地上 會不會有一個房間 要在這地上 有一個房間 如何收拾 請坐 清晨的 这上面温度高 晒的热 不行 这种在下面待着 好热的 这是烤乳猪 这是你所说的烤乳猪 把俩小猪烤到下面去了 真漂亮 天天在坐过山车 这就是太阳干晒 红绿灯 200米有红绿灯 这个山我们就在 我们今天是要爬到这个山顶吗 我们是在玩什么 我们要爬到这个山顶 有人要回去了 已经吓退了 我们居然在这个营地 这个出口这 竟然还有红绿灯 新设的 看看这山 我们今天要爬这山 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我看我们到哪个parking 这是后面先走的 我们现在是从这开过来了 应该是在这个parking 从这开始走 走着这个遥望塔 如果愿意走 走这一圈回来 不愿意走这一圈回来 走这一圈回来 走这一圈回来 内孤末时间 你别天黑了都会不来 看你怎么走了 看你怎么走了 那我是漫步走了 伸出来了一个头 那个高台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目标 大概要来回大概要三个小时 还是四个小时 来回两个小时 来回两个小时 坐飞机 这是我们今天 第一个要走的 看到的景色不会就是这个吧 看着这么陡脚的 腿都软了 还要上 就这难度细处还是中的 最起码爬了半山了 能看到一个观景台了 景色虽然不是想象那么美 但是还要继续啊 其实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山坡比较陡 上了一段有楼梯以后就比较好走 现在就是已经到了山顶了 可以看到远处的灯塔 可以看到远处的灯塔 和底下的停车场 刚才上来的地方 这景色真的很美啊 我给你打一位大佬吧 现在今天 乱车 几天呢 你几岁了 我们这有个孩子不爬山 就是我们中午爬有点热 应该一大早来爬的 热死了 其实这晚上非常的凉 如果不是中午爬没那么热还好 有热我都觉得受不了了 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 又没有蚊子又没苍蚊 这不同角图看不通景 到了山顶 有一个木枝搭的台子 这个观景台 我在想人家是怎么把这木头晕上来搭什么 只有站到最高处才知道这景色多么的壮观 哎 这也是爬行的目的啊 其实很累啊 山上的风很大 不知不觉的就爬上来了 刚开始是有点累 我觉得在爬行过程中 我就想着我自己是一只蜗牛 慢慢的挪动 也能挪到山顶 山顶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陡的一段坡 45度坡 山上岩石被挤压变形的形态 这岩石的石头的条纹形状非常的漂亮 这里可以看到海豹 他们说刚才看到了 哎呀我下来晚没有看到 确实有海豹太远了拉不进 这沙滩多么美呀 这真正的海滩呀 我们是可以来游泳的呀 你那伞带的有什么用啊 这么漂亮的沙滩 这是世界上可以屈指可数的沙滩 每一个台阶 下一段都会有一个观景台 小部分后的景色又是另外一个景象 看看这怪异的石头 大自然给予的沙滩 大自然给予的雕塑啊 充满着片状的石头 奇特怪异的片状石 前面太危险了 哎呀我在沙滩上逛了一圈 休息了一会儿 睡了一小觉 我们又要回营地吃火锅了 就吃了睡睡了吃 到这来卖冰 这个时间段是来check in的时间段 在外面停满了车 这沙滩这边飘满了干枯的木头 太阳快要落山了 我们今天爬的那个山顶在那 看啊 这树树树树树在哪 居然有这么多的龙虾壳堆在一起 这通往灯塔的路都比较平缓 都是这样的碎石路 我们翻后散步去灯塔去 本来应该中午计划去的为什么也没去啊 没有遮阴的树 冬走实在太热了又热又晒 晚上呢就凉爽很多了 就当翻后散步吧 这地面上全都是这种扁形的石头 这时候看远处的海平面都是粉红颜色的 这路边开满了这种紫色的花 这公园的环境真不错 就是一个悠闲散步的好地方 远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山顶上干到的灯塔 这公园每个地方都有一个这样的小木屋 这个关闭了在这没有使用 从后面的那个海滩沿着这个木道 就可以直接走到了访客中心 这个访客中心也非常好 这是提供洗手的地方 洗手间呢 这还有专门提供洗衣服的地方 楼上还有一个小天地 一个观景台设置得非常好 这是我们刚才走过来的那条路 这就是国家公园的特色 环境非常好 设施也特别完善 而且都是新搭建的一样 特别的新设施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